橙色火光照亮夜空 乌克兰东部大城卢干斯克的德鲁斯巴 输油管突然爆炸 现场还可见到残留余火 巧合的是卢干斯克在半个小时后又发生加油站爆炸 包含市区的汽车炸弹在内 短短几个小时内接连传出三度爆炸 就跟先前的乌冬炮击冲突一样 乌克兰政府军跟亲俄叛军护咬对方先发动攻击 只是根据最新空拍影片 俄军不止越来越靠近乌克兰的边界城市 战术群还从原本83营增加到125营 因为一个营结战术群通常多达七八百人 相当于九万兵力已经做好出兵准备 美国警告俄罗斯能在几乎无预警下直接攻击乌克兰 英国国防部也揭露七条俄军可能入侵的路线 一到三条路线由北往南直攻基辅 其中两条就是从白俄罗斯南下 至于有三条路线则是从俄罗斯西部进攻乌克兰的中部城市 蒂涅伯罗 第七条路线则是从克里米亚北上 朝具有战略意义的黑海港口敖德萨前进 紧张局势下美国右派F35闪电战斗机前往欧洲加强北约防御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更来到欧洲参与慕尼黑安全会议 商讨怎么应对乌克兰局势 TVBS新闻综合报导